hello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勃勃人 這場比賽是紅牛統治杯 這場比賽是世界冠軍等級的比賽 而且這場比賽是這個 在西班牙的一個城堡裡面 所辦的紅牛杯比賽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網路上面找一下 世紀帝國紅牛杯 應該會有更多的資訊可以看 我們先來介紹越南人 越南人的特性是牠的木材 是不需要耗費就可以研發經濟科技的 而且這個研發速度是100% 直接省了一半時間 所以研發輪走跟手機車時間更少 自然就有這個村民的優勢 越南人他的事件場的血量單位是比較多的 不管是要出強奴、帝王戰矛或是馬功 血量都是特別的多 後期他的毛相符也是血量最多的毛相符文明 只要點下了銀罐恰特拉傘 這個毛相符的血量 可以高達420滴血 比這個192有小還多了一倍的血量 非常可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是伯伯仁 伯伯仁的這個打法會比較偏向於走 駱駝公兵加駱駝系列 駱駝騎兵也是很適合 最主要是因為他有這個馬格里布駱駝 可以讓這個駱駝自動回血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但實戰中其實不是那麼的常用到 伯伯仁他駱駝公兵跟蒙古突襲是一樣的存在 非常難纏 只要一成型之後伯伯仁基本上是非常難打的一個文明 非常難打 但是他很害怕不公兵文明 所以這裡越南人又有點刻到Viper的駱駝公兵 所以這場比賽應該算是有點誤開了 OK 那伯伯仁呢 村民的移動速度也會比較快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村民一開始的移動速度就會很快 可以走來走去 目前看到這張地圖呢 黃金數量其實不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 黃金資源 就只有三萬四 三萬四的黃金 石頭呢只有一萬三而已 石頭的話我覺得是比較多的 有點多在這個位置 那黃金部分的話都是比較分散一點 都是兩塊兩塊的 其實不太好挖 自己的主金挖完之後 又到野外挖金 也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兩邊是怎麼打到城堡時代的 那一開始大家都是先把家裡圍起來 然後出洛馬 槍兵 把這個地圖當成阿拉伯再打 好 好 VIPER這邊的肉馬 準備要升級上去了 好 最後槍兵回頭打了一下 有點小虧 好 升級之後 VIPER 打算開TC 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要補兩個嗎 還是要打路頭弓兵 看還是要打路頭弓兵喔 城堡已經挖出來了 好來看一下 他的第一個城堡的位置很關鍵 要插這個位置嗎 還是要插左邊這個位置呢 好 兩邊的位置我覺得都還可以 好 這邊打一打之後 洛馬有所交換 VIPER決定把城堡 蓋在了靠近主金的位置 但是還是偏下了外側的地方 好 MBL 這裡點下惡農惡木 直接把經濟優勢打到最好 直接也跟VIPER走個對農路線 但是有走下了馬弓升級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馬弓控圖很好用 但如果你走馬弓 VIPER這是最想要看到的結果 你走馬弓我就走弱弓 我的駱駝弓兵打馬弓有外增傷的效果 你怎麼打呢 來了 VIPER在駱駝弓兵了 通常走駱駝弓兵都要走這個3TC路線 或者是走雙TC 一定要稍微開弓一下 不然這個駱駝弓兵會按的斷斷續續的 很難再繼續靠著自己的經濟維持上去 所以波波人這邊開了TC之後 也沒有轉這個馬就科技 看馬就科技已經轉好了不好意思 就是沒有轉這個一攻一防 這個肉馬科技是沒有去點的 那現在甚至連一擊射都沒有點 我是覺得有點過分了 好這一波看一下 兩邊交換 VIPER突然發現 哎呀一擊射還沒有點 那為什麼VIPER沒有點一擊射呢 是為了要把這個肉 留給這個三個承認中心 讓他們繼續運轉 這樣經濟優勢就可以領先對手 但是相對來說 沒有辦法很快承起自己的軍事優勢 所以這邊還是要稍微等一下 讓肉更穩定一些之後 再去點下一擊射二擊射 那最重要的是 還是三個承認中心 不要停產 會比較好 那越南人呢 打這個駱駝鋒兵也是有他的一套方法 只要轉出戰矛兵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第二世代甚至還有帝王戰矛 非常可怕的升級喔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彈道雪兒吉射 駱駝駝駝已經慢慢成型 這一坨 馬弓走到了後方 想從後方騷擾 喔這邊找到一個 打動的機會 這隻殘血肉馬 沒有機會打到的樣子 好 蘿蠶墨兵 尿殺了這個 馬弓 好 蘿蠶墨盆打個騎士 誰可以很痛 熟掉了 OK 這裡要直接往前 好 突破城門了 家裡只有生旅防守 並沒有轉戰毛病 皇景的木頭不是很穩定 好 NBL拉了幾隻 蘿蠶墨兵 對家里防守 好 這裡高打第一打 馬弓三 實在是有夠高 哇靠 這個傷害好痛啊 有人會說這個駱駝鋒兵打馬公公就是騎馬版的戰毛兵 而且打村民還很痛 也可以這樣解釋 這個額外增傷跟戰毛兵是差不多的 MBL這邊是走了一個3TC野外開石頭礦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策略的優點是可以透過這個石頭去過買賣 獲取更多的黃金或是升級買肉都是可以考慮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賣石頭現在並不划算 100個石頭拿去賣只有90塊錢 所以這邊MBL是選擇了賣食物 是買食物才對 買了食物生了帝王磁帶 石頭還是沒有打算要賣 MBL這邊也可以考慮走塵甲工兵 唉唷 這一波走進來 MBL賺爛了 哇這個駱駝工兵好賺好賺 那塵甲工兵的遠防特別高 非常適合打工兵單位 所以越南人MBL要趕快把城堡的數量囤積起來 買破這一波抓了非常多的村民 勝率走了進來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遭翔 這裡回頭會被遭 但是沒有關係就算回頭也沒差了 好 點掉一隻生侶第二隻來不及點掉 成功招翔掉了兩隻駱駝工兵 而且還是招翔到殘血的有點可惜 Viper這一波駱駝工兵沒有控炮 直接送掉了兩隻 好 MBL點下帝王時代 Viper也準備要升級上去了 兩邊前期打的算是沒有那麼兇 但是Viper在城堡時代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抓了16村 好 橙甲工出來之後 MBL可能就不會這麼難打了 好 把這個夢想射破 繼續繞跑 但是如果看到你出橙甲工 那我就要轉騎士了 一定是走騎士 既然騎士打橙甲工傷害很高 既然橙甲工的近戰防御 有跟沒有一樣 基本上是0的 那只要這邊點下1弓之後 打橙甲工只要4刀 就可以砍死1隻橙甲工兵 好 所以這邊轉騎士很正常 好 前期用駱駝工兵做牙齒 中期這邊直接打了帝王時代的8折騎士 相當的舒服 好 上面直接爆挖石頭 也沒有蓋TC 開始來撿生物了 好 NBL這邊蓋寶 MIPER這邊是不是本來想要搞點什麼事情 想過來蓋城堡 但是發現有城堡先蓋了 好 那這邊可能要找個地方 這附近蓋一個城堡 這裡嗎 還是要這裡蓋呢 好 決定在更後方的位置 補下了新的城堡 NBL這邊是時代領先者 先點了一個印發技術 想要走生旅招想的路線嗎 好 點一個生旅招想路線 挺微妙的 因為越南人不能招想工程系 所以帶火炮出來也不能靠 靠他來招火炮 那應該就只是單純的是想要招這個單位而已 好 NBL這邊是轉了新騎兵 二級馬卡也點了 好 騎士跟弱宮都在下方 努力騷擾當中 好 騰甲攻速量一直不是很穩定 NBL這裡要考慮 轉一些槍兵了吧 還是繼續用生旅防守呢 這裡有洞喔 來看一下 Viper這個洞能不能鑽 但是NBL這邊反應很快 馬上就補了一個洞 好 但是這個洞沒有辦法撐太久 馬上就要被打破了 好 這一村要趕快走了 家裡有東西可以防嗎 生旅都在外面 一波衝進來 右邊的騰甲攻兵 三三來遲 但是還是 趕到了 好 村民 這邊其實收村 哇 好像沒有死村耶 Viper這波有點小虧 但是還是成功讓對方收村就是賺 收村就是賺 OK 這裡點下三級馬卡之後 點下重裝騎士 Viper真的是鐵人師音 要用騎士一波帶走NBL嗎 NBL這邊應該是沒那麼好帶走的喔 但如果越南人這邊打帝王戰矛 或者是打這個騰甲攻 伯伯仁也是有特殊的反攻兵單位喔 這個標槍騎兵 可以去跟越南人的帝王戰矛互相對抗 所以 Viper跟越南人 我覺得這兩邊都是一個戰矛特化文明 這是一個是騎矛戰矛 一個是步兵戰矛的一個強化版 好 右邊這裡補下了一根城堡 待會 Viper如果遇到太多的城甲攻兵 這個 標槍騎兵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 重裝騎士升級好 開始點下攻擊力 好 開始攻城了 Viper上面也有一些動作 哇 這裡補了兩根城堡是什麼意思 用肉馬防守而已 我還補了一個市集 這個市集是什麼意思呢 是想要跟MBL偷跑貿易嗎 感覺MBL並沒有想要跟Viper貿易的意思喔 唉唷 這一波怎麼衝過來了 看一下這一波招翔 三隻騎士在前方滿血被招 這一波MBL招得很好 三隻騎士順利招翔 沒有損失任何一隻僧侶 這後方的肉馬來了 開始突襲後方的僧侶 這一波MBL有點小虧了 哇 這一波清奇兵發到了很多 但是Viper並沒有控 但是成功拿下了一根城堡 Viper的重裝騎士 給到了MBL證明相當大的壓力 這裡趕快把血量拉起來 藤甲攻也過來防守 MBL 這個TC可能不保了 這根城堡會蓋起來 好 橙甲攻加騎士 Viper只有少量的騎士可以擋 好 等到想 又要招到了 哇 騎士一直在叛變 用叛變的騎士去抓掉Viper的巨型投石機 這一波Viper 算是有點誤開 兩邊都有所損傷喔 OK Viper還是點下了駱駝弓便升級 這一波升級還是要想點下的 好 那現在升級還有10秒鐘 Viper這邊是點 標槍騎兵阿 不是走駱駝弓兵 OK 走出標槍騎兵 那標槍騎兵呢 他是一個可以吃到 品種的文明 這個單位是可以吃得到的 這可以看到血量是75滴血 攻擊是4加3 那騰甲攻的話 算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單位了 好 這波騎士衝上來 想直接上 Viper這波有點送喔 NBL這邊防守做得很好 騰甲攻一直即時射掉衝過來的騎士 這波騎士直接擺給 好 Viper開始轉出了許多的標槍使兵 這個巨型投石機 修得回來嗎 沒有辦法 加上後面的火炮一炮 順利拿下 好 衝甲攻兵來了 可以看到這波衝甲攻兵的傷害 好像有點癢喔 化學好像還沒有補 找了一個化學嗎 看起來是 找了一個化學 好 Viper的經濟也是用到非常極致 兩邊經濟差不多 但是 Viper還是領先6000多的支援量 Viper這裡直接上去直接抓掉了火炮 後面的屯甲攻兵開始在輸出 但是標槍騎兵也沒忘記 趕快就去打 但是數量有點差距 先往後拉了一點 好 先解決叛徒 我們中出了一個叛徒 好 那現在 博博人 點下了群聚堡壘 增加一下 城堡的工作效率 那現在MBL 看到對方出標槍騎兵 自己要轉兵嗎 要轉兵的話 帝王在謀 要開始慢慢升級了 好 標槍騎兵這邊稍微騷擾 村民 正面的部分 也是用標槍騎兵 把對方給壓回去 好 巨型偷使機 混了三台之後 來第二波的攻勢了 現在 VIPER守住了上方的石頭 下面的石頭 也守住的話 待會MBL 就可能就去蓋城堡了 這樣博博人的劍塔路線 是比較沒有那麼好地方 是沒有火炮塔 但是一般的劍塔路線 也不是很好 防劍塔而已 如果真的要打寶萃的話 伯伯仁可能只剩下城堡這個選項而已 OK 那現在伯伯仁標槍騎兵 開始抓掉了騰甲了 騰甲被打傷害真是有點痛啊 OK 現在攻擊力還沒升好 VIPER有發現到嗎 騎士的傷害還沒有點高 這邊開始提升騎士的攻擊力很重要 好 巨型頭11 並沒有打算要拆這根城堡 MBL開始全力防守 好 決定要打中間這根城堡 巨型頭11 開始給壓力 這邊一直想要從中間過去 看能不能攔截到一些兵力 好 但這一波非常起兵 還是要讓騎士往後 防守比較好一點 好 拉到了後方 讓騎士去守就行 巨型頭11瞬間秒掉了 這裡是幾台啊 哇靠 六台巨頭 不想說怎麼傷害這麼高啊 瞬間拆掉了MBL的城堡 但是MBL其實也沒什麼石頭 可以去修理城堡 棄手或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這裡的騎士 開始賺到了更多的前頭 開始往前推進 打掉了非常多的屯甲工兵 用這個騎士加上清洗兵 來直接硬抓巨型頭11 那MIP這邊好像沒有空好 怎麼突然騎士走一走 沒有回頭繼續打巨頭呢 哇 巨頭最後是只拿下了一台 好 上方部分 MIP也還在繼續攻城當中 攻城沒有間斷 MIP轉出了肉馬 好 這一波進攻 的確打掉了很多城堡的血量 還順利拆除掉了 MBL 劍狀現在趕快轉軍營 好 現在不要讓前面兩邊複打 OK 但是現在好像打不太 越南人的高打第一傷害有點高 而且有拇指環了 MBL現在是滿人口仲菜 好 染到兩百人頭 還要把這邊也是 好 這波層下工兵 其實有點虧阿 一直被標上洗兵打 MBL也沒有打算要轉兵的意思 把黃金全部投資在成甲工兵身上 黃金已經歸零了 好 這裡點下槍兵升級 但是還差了一些資源才能升級大槍兵 MBL現在是零黃金作戰 VIPER則是只剩下兩塊黃金了 果然這張地圖兩邊打到最後都是多到只剩下石頭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石頭價格是多少 好 石頭價格像是103塊 賣100石頭可以賺103塊黃金 也就是說 VIPER現在還有1800塊左右的 這個黃金庫存 再會要轉兵轉火炮或是繼續爆騎士 都是可以考慮的狀態 反觀是MBL這邊黃金已經見底 接下來的黃金可能都要投資在工程器 跟這個靈甲 好 冰工廠的科技升上了 自己的騰甲工兵可能要暫時不能出了 好 大強兵也升級好了 MBL終於有強兵的防守 應該不怕那麼多的衝鋒傷害才是 好 MIPER點下了化學 欸 巨女頭時機快要拆到這盆城堡了嗎 OK 這個巨頭直接印手撕 右邊的標槍一直在輸出 哇 打騰甲還是需要一段時間了 畢竟他只有外增傷比較痛而已 哇 甚至標槍被騰甲射好像有點痛啊 好 這一波標槍騎兵打不太過 但是抓掉了非常多的城甲 還OK 好 MIPER在下方又有新的動作 下方的城堡也抓掉了 上面的標槍騎兵只是個幌子嗎 這裡才是MIPER的主動進攻點 OK 現在轉出了一些肉碼想要防守 但是並不是那麼的有用 MIPER點下了化學 結果這個巨型頭時機的移動路徑有點怪怪的 一直被戳 好 這裡騰甲弓開始慢慢往上北漂 好 標槍騎兵打得有點慢 現在兩邊變成垃圾大戰 MIPER居然轉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看來是標槍騎兵有點扛不太住 好 這一波點下了 三攻 五封爐 好 瘋琢瘋琢瘋也點下了 看起來VIPER還是比較有壓制力的那一方 但是現在VIPER最大的問題是要怎麼終結MBL呢 雖然MBL現在沒黃金 但是他有生物 而且也點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帶回帝王戰毛出來 VIPER的自毛兵也沒有太多優勢 抽到越後期 MBL可能會越來越優勢 因為他有紙幣技術 可以讓伐木工們慢慢獲得黃金 所以VIPER現在要思考是 要繼續用緩馬打 還是要轉成駱駝輪公兵 那轉駱駝輪公兵 那轉駱駝輪公兵是打不贏騰甲公兵的 所以現在VIPER最希望的事情是 消耗MBL的騰甲公兵 之後就可以慢慢轉型了 但其實轉型的駱駝忠公兵 也會被地的雙臟帽給壓制住 所以現在VIPER只能先擋消耗戰 看有沒有機會 轉成奇兵一波 帶走MBL 好這塊黃金現在也是守住的 現在四處在進攻阿 VIPER中間有兵 MBL中間有兵 現在四處都有兵 但這波才是他真正的進攻主力部隊 巨型頭司機 後來要直接拆掉了 巨頭三虹高 但槍兵要來了 VIPER不撤嗎 會被直接戳掉一台巨頭 但是VIPER也不管了 我就直接拆 一打高硬拆城堡 會付出代價 但是也成功戳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MBL為了修城堡買石頭 買到自己沒黃金 但是還是硬買 OK最後的代價是VIPER 損失了三台巨頭 拆掉了這根城堡 MBL帝王在矛終於點下了 MBL這波可能有機會了 但是石頭量差距還是太大 OK這裡城堡一動一動的蓋起來 MBL其實沒有太多的工程器 好這波羅馬抓到了一些村民 不錯 終於找到了防守空虛的地方 VIPER這裡又纏了更多的巨頭 正面要繼續拆除這裡的圍箭 VIPER這波打法非常的猛啊 就是用垃圾兵在打 好工程器才是主要的輸出部隊 劇情投襲成功拆掉了大學 好這一個射箭場也被秒殺 同時一個一個慢慢倒下 好燒起來又拆掉了 現在兩邊的一個交戰 對於MBL來說相當不利 但是帝王戰矛開始慢慢量產了 只要數量過多 就有可能反壓的回去 好VIPER後方遊戲肉馬 開始抓到了一些村民 上方這裡沒有更多的動作了 好這裡稍微拆除了一些建築物 VIPER又被打退了回去 現在VIPER很缺木頭啊 產了非常多的肉馬 從前來到了85片田 這一點就是要爆馬的樣子 但是其實戰矛兵的數量並不是太夠 對於槍兵來說有點難擋 好MBL現在全力防守當中 好肉馬有抓到一些村民喔 可以看到VIPER這邊已經抓了135隻村民 MBL則是損失137村 這裡要繼續補村民 還要補戰毛兵跟槍兵 都要補 不然這個村民數會下降的太快 好VIPER這邊的肉馬又來了 這時候伯伯人VIPER 弱通工兵我能處理 但是肉馬 又是去處理帝王戰毛的一個角色了 好這裡弱通工兵有點送喔 應該是極一點點沒有射好 好這裡繼續鏡頭時機直接上去拆掉了 工程器製造所 好 MBL努力在夾槍兵繼續按 這一波拿掉 前面的產能越來越少 這意味著MBL需要花費更多的資源去補軍營跟射箭廠 好而且這邊填海繼續往裡面升差 MBL村民數越來越少 只剩下67村 他窮的只剩下部隊了 MBL在前線損失了一百多村有了 快要來到兩百村 這一波MBL快要拿下 房子還在拆 哇巨頭是一發一個建築物啊 好這波槍兵來了 但這裡並沒有更多的弱通工兵 甚至也沒有戰毛兵可以防守 好這波防線突破 Viper這邊為什麼不撤 是因為他想要守護這裡的城堡 用巨型偷襲機正在打藤甲 藤甲四隻直接被巨頭打倒了四隻 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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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巨頭也要損失個幾台 結果後面又有更多的弱通工兵 弱馬在後面瘋狂的騷擾 這一波Viper 應該是十拿九穩的 經濟炸裂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哇Viper真的是看獎機在打四季帝國的 平常TNT看的都在耍稿 結果打了正式比賽 直接把MBL按在 按在城堡打 他像在城堡沒錯 沒有辦法 MBL這波 真的說越南這個文明 雖然是好打伯伯沒錯 但是伯伯人 有這麼多的石頭之後 黃金不太擔心 正面交戰的話 以多線的角度來看 MBL是能擋得住有機動性的伯伯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最後是有MBL 拿到了木材的聲音 但是其餘的都輸 Viper甚至有五生物 哇還以為MBL有拿到生物 就是他的黃金跳 都是全靠木頭產出來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